我現在在火炭那邊 D7口 對面會看的樓盤叫升海啼岸 它之前減了價 由兩萬多元到一萬六元 相對來說是發算的 它最便宜的到一萬四元都有 但一萬四元那些應該清貨 現在賣的那些是一萬五到一萬七元一呎左右 高於一萬八元那些 就應該還需要少許時間再賣 那我現在今天的客人都是對比二手和一手的分別 火炭它以前是一個工業區 現在就開始轉型 因為香港沒有工業 工廠一就變食市一就變寫字林 都是好事來的 如果你說位置來講它就是 這裏 D7口 這樣又D7口過條馬路 那就是一個樓盤的位置 相當近一兩分鐘就上去 物業就由一房去到四房都有 但食單位我未看過 可以約去看看 然後如果吃飯的話 其實就要去尾龍山那邊的商場 商場就比較up-up 比較細 但都叫做有 就是我對面那邊 尾龍山那邊就十五年樓 順和加港鐵 現在的車價就一萬五千多到一萬三千多 都是跟這邊全新樓同價 要喜歡新樓那邊 其實應該這個是首選 好像我們現在在看這間 481呎兩房開房式廚房 30多樓的車價都是一萬六千多 去到47樓都是一萬七千多 是相當划算的 總價就八百幾萬 你們覺得怎樣 今天時間就這麼多 我是路易少王 我們下期見 拜拜 拜拜